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由Waterpress華麗大提供的 Instagram海外推廣營銷視頻 請來我叫人Jack OK 我是Alex Alex老師 那麼這節課我們來講一講 就是新手在用Instagram帳號的時候 經常會見到幾種錯誤的方式 注意看 錯誤的方式 如果說你之前在做一次Green上面有遇到 或者有犯過我們之後講的這幾種方式 怎麼一個的話 那歡迎在這個評論區上面懺悔一下 然後大家也知道你不是You are not alone 你不是就這個 唯一這樣就過了 對 OK 好 我們來聽看這兩位高件 好 第一點 我們在那個帳戶打造的時候 講了一個CTA 這一個就是帳戶描述的時候 不寫鏈接 當然你沒有鏈接的話 那也沒辦法 沒有鏈接的話 你找我們去做獨立帳 或者是找到自己的鏈接 因為這一個CTA的鏈接入口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引導 如果說你不做這個CTA的話 可能會缺失掉一個很大的品牌的量入口 那這是一個 因為真的這麼錯誤太多 然後我必須這幾個可能就講得快一點 第二 hashtag太多 我們前面有講過這個基於發帖的時候 會有這個關鍵字hashtag的一個生成 還有就是 然後我來具體講一下 因為一張帖子最多人能添加30個hashtag 但是建議不要使用太多人 會被判定成這個一個行銷廣告帳號 一般情況下 使用精準的5到8個是比較合理的 然後第三個錯誤就是重複使用圖片 重複使用素材 這個素材我覺得太笨了 你覺得你這樣的照片這個產品很好 然後哪怕是一個杯子你就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你就一直PO這樣照片 就不行 一定是得有不同角度或者不同的場景 所以就是instagram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它不是淘寶或微信那個做微商 每天都一樣 好像這個就不用太多講 第四就是在同一時間發太多的貼則去刷屏 因為這個的話其實是不利於你的賬戶的產品推廣 和你賬戶運動的 其實無論是國內國外人 他都討厭刷屏的人對不對 對 你每天稍微保持一定的屏就好 太多也不太好 好 第五 發布分辨率低的圖片 有沒有同學經常發這種馬賽克的級別的 就是你發去萌萌的那種就不太行 那哪裡可以有那種為自己的產品 拍攝高清好看的圖片的團隊呢 當然可以聯繫我們Modelpress發言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小秘密 就是 請把你的圖片調到1280x1280上 才會在instagram寫字的更加清晰 這個數據可以大家記一下 第六個點就是 缺乏你的圖片系列的統一性 或者是你產品的垂直性 當然你是個人帳號的話 你可以分享你的生活 但是我們從marketing 從企業運營的角度來說 大家 你是賣手機的 你最好就是手機相關的使用場景 或者是大家拿手機的人 你不要今天拿手機 明天就被買車了 後天又被賣白車了 這個會讓別人覺得很崩潰 所以就是圖片的統一性 跟你品牌的存質性要保持 然後第七 就是發布的目標用戶的上限時間 盡量匹配 這個其實大家在上一個時代的 這個微信公眾號裡面 簡單的去了解 都會有一個公眾號的發布時間 比如說我是一個吃東西的 我就可能會在四五點 大家怎麼下班 然後就去發自己的餐廳 其實我覺得這個社會會沒問題 對 因為意識不願它是對全球的 每個地方的時差都不一樣 對啊 這個其實更加精準來講 是針對你只希望打開 某個區域市場的商家 可能會稍微需要關注一點 那比如說我們要把東西賣給美國客戶 那我們醒來的時間是對方睡覺的時間 所以你要有一個工具來設置好自己這個 這個Pose在對方的國家起床的時間才有 對 因為它其實還是會影響到這個 因為Instagram它每天產生的Tate 需要非常非常多 有這個的錯誤最大的問題是你投廣告 比如說我是一個某某產品 我需要投放假設一百美金的廣告 但是我全部都在中國的白錢裡頭 那不是美國網上 就是剛才Jack說的問題 所以我只得時間不比配可能更多的 我來說我們必須要找到一個 幕僚市場的合理使用時間去推廣 所以其實管理醫生過來說是挺麻煩的事情 對 那怎麼辦呢 投融商家怎麼做呢 歡迎來找我們帶運營 繼續把你寶貴的時間 繼續做你寶貴的事情 對 比如賣貨啊 生產啊 租屋之類的 第九個錯誤了 就是缺少號召性的用語 什麼叫號召性的用語 CTA 對 CTA前面也講過了 但是我們這裡可能還要再補充的概念 不是CTR的 點擊率 Click through rate 什麼叫點擊率呢 就是舉個例子 你的一個帖子被一百個人看到了 但是其中只有三個人點到的帖子 看裡面的組織類的 那麼你的點擊率是3 就是CTA Click through rate OK CTR這個遊戲是針對我們付費投融的用戶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你廣告的號召性用語 比如說 我們可以看到同類型的Instagram的廣告 像它是怎麼樣去描述的 比如說30天學會 什麼某種國家的語言 或者什麼8天改變你的人生 等等 就是這種號召性用語言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提高你的CTR實際點擊率的時候 第十個錯誤 就是帳戶本身關注過多的粉絲數 這個其實是本身Instagram的一個使用規則 就是當你關注過多的粉絲數 比如說你的粉絲可能只有兩把 但是你關注了七八千的這個人的時候 他會判你是一個引銷帳號 然後會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這個是基於它的使用規則的 還是關注一些有價值的帳號 對不對 要見到個美女就非要去關注人家 這不太好 用你自己個人的帳號去關注就好 對 然後最後的一個點就是 千萬不要在沒有受眾的基礎下 去做那個競賽或者說是去做抽獎 因為很有可能你會迎來一些真正的國外白票檔 他可能會找10個20個字的帳號來 然後最後送出去的東西 全部都是到這些白票檔手上 就白票檔全世界都有 不只是中國 OK 所以常見的10個錯誤 大家清楚了嗎 如果不清楚的話 歡迎在評論局下留言 任何疑問也歡迎來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或者直接在我們的這個視頻底下留言 我們是Wordpress花園 Instagram的推廣教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approve這個 再見 貿易 下期見 請 清真 你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